大家好,歡迎來到馬連羅同鄉會的犬脊健身課堂 我是Adrian,你們的犬脊健身導師 針對大腿內側的練習不算特別多 今天介紹的這個騰騰轉練習 對於強化大腿內側肌肉的效果非常顯著 如果你的小狗有膝蓋關節問題 這個練習或許可以幫到你 騰騰轉練習主要是要你的狗狗 將牠們的前腳限制在一些比較矮小 但在固定的物體上面 然後教牠們用後腳旋轉 我們先用食物引導狗狗前腿踏上突板 然後繼續用食物引導牠們後腳 向左右作出旋轉的動作 學習協調性運動有助推動神經功能 當練習做得多 狗狗肌肉記憶慢慢練成 動作自然會純熟 接下來我們就不再需要用食物作引導 只是用身體去引領狗狗左右旋轉 記住左右兩邊都要做 如果其中一邊你覺得做得不夠順暢 那你更加要多些做過一邊的練習 練習的初期千萬不要貪心 不要一下子就想著狗狗 可以做了360度的旋轉動作 我們的旋轉幅度 必須要從小開始慢慢擴大 這個練習可以強化大腿內側肌肉 有助鎖定膝蓋關節 鍛鍊出強而有力的大腿內側肌肉 除了可以有效減低膝蓋位的風險之外 對於膝蓋關節的支撐是不可話缺的元素 大家都要努力練習 如果大家對於我們的練習有任何疑問 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 另外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給你的朋友一起學習 我們下課見 拜拜